老兵微信集结铺天盖地法媒,传两万士兵拟携重武器清场突击,网传当局出动坦克,准备镇压镇将老兵维权,视频截图报道只根据微信每天传出数量惊人的视频,当局出动,重要警力,包围维权老兵,各段老兵的外界联系网络,以警棍与盾牌驱散退5G人,集结示威当地部门,还动用各种监控手段, 包括无人机,昼夜不停盘旋在退5G人抗议示威的场所上空,网传警告,军队将进成清场,网络截图,大纪元同日报道,目前有大量的警车开进镇江,有网民转发消息说,总参夏律两个师,在城外待命,希望老兵赶快撤离,路上还惊现一辆辆拖车,在运着坦克车,镇江近日爆发退5老兵,维权事件, 23日凌晨3点40分左右,正在公园休息的几千名退5G人,妇女,儿童突然遭到3万多名警察突袭现场传出的视频和消息显示,许多人被打伤打昏,并得不到及时送医治疗事件,引起全国老兵的愤怒镇江封路,各地老兵继续集结 大纪元报道24日,仍有不少外地老兵继续往镇江赶,据消息人士透露24日,途经镇江的火车全部停运,安徽合肥火车站已经关闭窗口不卖, 飘了开车前往的进入镇江的高速路口全部封锁,只能出不能进全国各地退役老兵,只好跑步赶往镇江一推特广,告资讯于隐私, 24日早上9点退伍老兵里程中,赶到镇江市政府前,发现已经拉起警戒线现场,布满了警察老兵们,进不到现场进场的马上被带走,分散到各个学校等待每个地方的人,来带走长沙越战退伍老兵求小平等人,被控制在一所学校里面,退伍老兵集结通报,微信图片另外还有未经证实的推特消息称, 2018年6月23日下午,川军退伍老兵能有专用通道买票去江苏镇江说明,有高层人物支持,不知是军方还是政界,斗争激烈2018,艾特W,UYEAHR2018.6.23下午,2,川军能有专用通道买票去江苏镇江,说明有高层人物支持,不知是军方还是政界,斗争激烈上午8点39分, 2018年6月23日1114人,正在谈论此话题,2017年2月网传万名退伍军人包围中纪委,当时也有消息称,有军车秘密运送老兵进城 放松入价裂来红年雏来模仇上的地方是相关的 slaughter说明件 frog mill村地盤 looks good I'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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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